嗨,你好,我叫小新,是一台国产新能源小汽车,很快我就要组装完成开起一趟跨山越水的旅程。 听说,我的主人正在东南亚唯一一个内陆国,老窝,等着我,嘿嘿,出发吧。 工作人员正在把我固定在集装箱里,猜猜看我在哪儿? 嘿嘿,没错,这里是淮华国际路港,湖南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建设的标志性工程,楼门架起重机正紧张的装卸货物,好多集装箱等着坐货车。 2024年1至6月完成459列,超过了2023年全年发育量,2024年有望偷破800列。 接下来,我也要乘坐护坤铁路和中老铁路,直达万象咯! 出国第一关,过海关。 这里是中老铁路南下列车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站,墨罕站。 列车检查,海关查验,我要在这里进行全套体检。 货品名,数量,装箱情况等等都没问题,嘿嘿,通关成功! 坐上了火车,骑了我,去看那美丽的鸡蛋花。 哦,要钻隧道了,这可不是普通的隧道,这是一岁连连两国的友谊隧道,全长9.59公里。 穿过它,就到老窝了。 墨丁是我到老窝的第一站,它和墨罕仔待遇里都有富裕的意思。 中老铁路上的这两个边境口岸,就像双生姐妹花一样,正在共同成长为国际合作新意料。 在墨丁站,我交到了很多朋友,跟我一趟旅途的双方农机,三易工程机械,少东百货, 还有从东盟各国来的木薯淀粉,新鲜蔬果。 嘿嘿,嗨,对面的朋友,你们好吗? 中老铁路不仅有货运,还有客运列车,是老窝历史上第一条客货混运现代化铁路。 旅程还在继续,我经过了朗博拉邦,外隆等城市,沿途有大片的橡胶林, 三家村寨,寺庙,火塔,跟我的家乡很不一样。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朗博拉邦火车站,你们看到的这些箱子, 包括这个,都是我们今天到达的货物。 朗博拉邦站在这个中老铁路的运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 经过几天的旅途,终点站,外向南,终于到了。 那么开通以来的话呢,我们这个音量呢,是逐年在增长。 去年的话,外向南站,发货音量已经达到了96万吨。 那么今年的话呢,这个音量的话呢,可能还会再创新高。 现在,我会被送到3S店,马上就要见到我的主人了。 哇,好多跟我一样的消息。 销量还是不错的,进行点,我们每年基本上进一千台的一个销量。 这位女士,我是来自中国的小新,我可以带你去东风,上车体验一下吧。 呜呼,上路咯。 我们去凯旋门洋人街转转吧。 听说,外向有条少东街,那里有我的湖南老乡,可以带我去吗? 谢谢你。 reception啊 ! ? 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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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